看看新闻吧 我们的节目连外国有人都知道了 不得不引起重视 今天我们只好请出最有眼光 最会穿衣服的燕池 来为他进行打造了 哈喽 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 帕朗先生 您好 My name is 刘燕池 你在哪 我们来接你 你在哪里 这是不是肖澳江湖的那个选手 那他的普通话还可以 他说要高大上 现在谁最高大上 布敏俊 会不会有点out了 OK 好吧 那这样第一步 先把这个什么帕朗 打造成独民军事 啊哈 燕池 你没有猜错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就是来自笑傲江湖的选手帕朗 在节目中 他以精彩的表现 博得了四位评审的喜欢 但观众们 对于他的泰国身份 却是各种欢迎 第一个就是你要注意你的表情 第二个就是 你唱凌歌一定要追你的指示 所以我们的燕池见到他 又是查户口 又是看身份证的 不过是不是泰国人 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们还是赶紧开始今天的任务吧 这位来自泰国的朋友 你有来过这一条路吗 没有 没有 这条路呢就是淮海路 是上海非常高大上的一条路 你不是希望我把你变得高大上吗 偶像派吗 你知不知道都敏俊啊 都什么 都敏俊 不会吧 你才是来自星球的吧 外星球的 只要是地球人 现在没有人不知道都敏俊的 殷池所说的都敏俊 就是最近女生崇拜 男生魔霸的 都教授了 而今天带这位泰国朋友 体验的第一站 就是打造都敏俊的登山洛 先感觉一下 没有感觉 感觉不太对 这东北枪又出来了 感觉不太对 哪儿不对了 这个风格有点 太高大上了是吗 太高了 是挂的比较高吧 太上了 你认为的流行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要特别的 炫 炫 你太out了 你知道吗 前几年韩国流行东方神曲 HOT 那很炫吧 炫早已经过时了 现在就流行低调的内敛 可是还是有点 来自国外的这位友人 你也许不知道 我们的燕池一向是以 时尚女主播自居的 否认她的时尚品位 那就等于否定她的人生 这样的情况下 燕池你打算怎么接招 你摆明了就是觉得这是男神 都敏俊的风格你hold不住 我们上海的男生都敢穿 根本没有自信 你在泰国待久了 那你试试了 有本事你试试了 那如果我hold得住怎么办吧 那你就试试呗 那成吧 那我就试试啊 很捅不着我都过来干嘛呢 叫什么啊 什么啊 什么东西啊 你不要拿太有话骂我啊 欺负我听不懂对吗 事实上我是听不懂 我待会还可以拿四圈话骂你 看来啊 激将法还是有用的 不过对于这套绿色运动服 我们的嘉宾好像并不是很满意哦 哦 OK啊 Just OK you know 假设 只是刚刚而已 Yeah a little bit but not 但不是非常的炫 我要更炫 更酷的 你就喜欢洗剪吹造型 我懂了 不是 我要更炫的 你懂吗 炫这个词 根本在燕池的字典里找不到吧 不过既然我们的嘉宾 不满意你选的衣服 那还不赶紧帮他换一套 这可以吗 好一点 你反正就是有这种花花的 你就喜欢 那什么花花 这是迷彩懂吗 迷彩 对 我输了 话都不会说了 这是人 你很适合迷彩 去试一下吧 大哥我求你了 那你求我 嗯 你求我呢 大哥我求你了 是不是啊 要你是不是啊 试一试呗 那行 那试一试 是 这套衣服不仅博得了帕朗的喜欢 而我们的主持人也发现了他的无限潜力 考虑到帕朗的艺人形象 燕池决定带他去一家私人定制西服店 打造一套大牌红毯装 这是什么地方 你看到没有 是一个大厦 大厦 嗯 我们买西装 为什么不在商场 摆过 你没看错 如今的私人心服定制店 都不流行开在商场了 而设计师艾伦系也将自己的工作室开在了顺昌路的公寓里 怎么样 里面 里面好人气 好有档次 好有档次 你终于说了一句死话 对 没骗你吧 不太相信 对 这就是私人定制西服的地方 你看人家的店员都这么帅 你们今天的主要的想要什么样的感觉 今天就一个目的 把它打扮的可以去走红毯 这个难度大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比较有经验 这家西服定制店确实名不虚传 精致的英伦复古风格 也成为了众多明星们在红毯的首选 吴秀波 陈坤 张涵玉等 都曾穿过这里的衣服拍摄杂质封面 这件是陈坤有穿过 然后是一个午夜蓝 然后之前新少女主持人也有穿过 我知道 Mr.李 对对 是吧 这件就很喜欢看 因为蓝色就比较有位置的细致 很多明星都会选择蓝色 所以现在Mr.李跟陈坤算一个雷后 哎呦妈呀 你知道了吧 浩泽 要走向明星之路 一套地地道道的正式装备是必不可少了 而作为一名从未尝试过礼服的新人 彦池也建议帕朗先穿上百搭的黑色 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个整体 不光是衣服 我们还要再做一个里边的一个礼服的衬衫 包括可以搭配的鞋子 啊 好了 你可以了 你今天划算的 大手笔啊 好 去吧 好 好 这简直就是要去参加奥斯卡拿奖的节奏 看着艳池的表情就知道 本次的任务圆满成功 我说怕老了 还不赶紧来一段获奖改言 好 回归自己 无语 你成功了 好啊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